央行的研究论文 应该算是很冷门的东西 最近却上了热搜 这种科学研究的东西 或者工领导内部决策参考使用的东西 居然上了热搜 这个原因是这篇论文 要全面放开和鼓励生育 不是说生一个两个的问题了 现在说要生三个四个 甚至于国家要倒贴钱 要鼓励生育 这个论文就非常的 让人家觉得确实是写得非常的详实 有数据 有图表 有国际 有国内 各种差异 比较 预估 测算 所以不管怎么说 这篇论文写得很棒 那今天的股市就给了一个很大的反应 什么反应呢 就是它的相关个股都迅速的涨停了 但是你看它这篇论文 我总觉得还是有一些有意思的事情 特别是论文当中提到了 在它的结尾 结论这个部分 它居然说了一件事情 让我大吃一惊 哈哈大笑 它说的是要增加理科生的培养教育比例 因为东南亚国家文科生太多了 所以导致进步入中等收入陷阱 我作为一个文科生 对此非常的气愤 我因此觉得这篇论文 真的很 可以马上可以给它打一个不及格了 但是为什么大家还这么疯狂的追捧这篇论文呢 我想大部分也可能都是标题党 都不看论文的 不仔细读 应该好好读一读 它这论文到底写了什么东西 结论也很奇奇怪怪的 这像是央行的水准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